2016永不放弃 齐瀾发财紫南宫黄线极限挑战99.9K自行车活动 将在22日上午6点在竹山消防署训练中心盛大登场 为此 仙副也在今天举办记者会 希望所有的乡亲一起来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记者会首先由陈副县长和宇慧贵宾 一起骑自行车进场 之后小熊极限车队也表演精彩花式单车特技 紧接着陈副县长邀请于慧贵宾 一起为活动专属的特色节目 奖牌节目 并一起高喊口号 启动2016neverstar永不放弃 一起来发财指南宫环线极限挑战990.9K自行车活动 于是简单浓重 陈副县长表示 这项活动今年是第四年办理 报名人数也逐年增加 表示这项活动受到大众的肯定 今年参加的选手共有3千年三人 路线也经过多次踏勘 选手只要在7个小时完成目标 这可获得指南光的前亩一枚 今天我们520特别在县政府基板一起来发财的 指南京的一个挑战极限的一个自行车的活动 今年是第四年办理 依照以往我们一年比一年的布名人数增加 比一年过得热 也表示这项活动受到社会台中的肯定 所以我们在和指南京在讨论的时候 他答应说今年继续办理 今年所有参加的选手来自国来以及国外 继续有3千空3个 也表示这项活动受到他们的肯定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整个路线 其实都踏勘过 因为之前办理三次以后 我们都有一个检查 如何把路线走更加安全 路面更加平坦 这方面受到我们所有来参加的选手 大家都均定我们的整个设施 是达到相当的水准 今年也特别来感谢志南京 内政部消防信念中心 他们提供当地和字幕 给我们所有有限度 在七点钟以来达到目标的 可以有一个潜伏跟潜伏的一个框框 就是这种 对一般小的大臣来说 他们通常是过年时间 要在带到纸巫 差不多来百百十几点钟 我们如果有点到七点钟 招勘我们就发这一方面祝福人 一路顺利平安 一方面大家都有家庭幸福 所以再收到大家的喜爱 活动于20号六点整 准时民敌出发 有九位贵宾领期九点九K 选手折制竹山镇出发 金明间乡南投市草屯镇 郭信乡 积极镇等九大乡镇控 回到指南宫全程99.9公里 沿途将由县府警察局 卫生手实施交通疏导安全维护 而卫生局也动员各路性 辖区医疗院所 也将配合安全维护任务 确保选手安全 卫生局